回为13年林怀明的长篇舞作《烟》回到台湾了 这出舞作2002年首演 瑞士苏黎士芭蕾舞团非常喜欢 他还特别邀请林怀明远赴欧洲传授舞步 烟在欧洲很红但我们对他很陌生 一直到今年他才再度回到台湾演出 烟有着云门少见的华丽色彩和西方风格 号称是林怀明的作品中爱情欲望最强烈的舞蹈 云门这次也保留了已故技术总监张赞陶的灯光设计 这也是一出回忆老友的作品 舞台哭诉耸力泛着水光 才一舞者在轻快的音乐中跳着华尔滋 这是云门在2002年首演后 就没有再跳过的舞作《烟》 13年后再度回到台湾演出 聂鲁达的诗是这样说的 爱情如此短暂而遗忘如此满常 林怀明引用诗人聂鲁达的诗句来强调 焉对回忆的眷恋不舍 这是林怀明当年在欧洲巡演时 一口气看完法国作家普鲁斯特名著 这一四十年华创作的舞作 这个作品里面最大的特色就是在情欲上 林老师的表达是非常的直接 非常的赤裸 耶恩透过一位黑衣女子来回穿梭各节篇章 象征回忆着片段记忆 身穿彩衣的舞者在华丽的回旋中 舞出大家族的爱恨情仇 那在音乐上 Sneaker的音乐 本来就是一个非常棒的音乐 但是林老师有能力把这样的音乐 诠释到张力最饱满的状态 而且充满了想象力 加上连剑星先生的超写实的画作 给这个作品增加了一份 非常忧郁诡异的一个情感在里面 燕飘回台湾 原版灯光设计出自云满早市的技术总监 张战涛之首 云门这次演出保留陶书的灯光设计 不仅是为了纪念他 在他们心中这个版本是最好的 其实到这个时候是几乎是很原版的 张战涛老师的设计 但是我们在国外演 在梳理师演出的时候 他说哇你们的灯光要做到这么复杂 这会把我们给弄死 那今天我们的灯光这个角度 是经过好多天的工作 才把他能够调到这么精准的状态 灯光跟以前是一样的 运用大量华尔兹舞步 舞者情感强烈的肢体 演让观众看见不同的林怀明舞作 舞者情感强烈的肢体